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窗 我是主持少林 有馬二啦 那今天要說的呢? 原本沒想著再說的啦 其實就... 什麼沒想著再說 你都沒說這套東西 但我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以為算 唉 算啦 這些爛的東西就任由他過去 喏 這是很傳統的手法 隔了一整個禮拜 隔了一整個禮拜 不知隔了一整個禮拜 等著別人罵 他是明知道不行的 喏 喏 不行 怎麼辦呢? 隔了一會才做 香港人是失望的嘛 阿珊這套日本的 什麼香港人啊 真是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說的那一套 就是這個 交響司編 AO 即是2.7 AO 其實很有趣 近幾年日本很流行一種 翻炒 即是超手機神又翻炒 然後創性又翻炒 交響司編又翻炒 公式很套腦 差不多一樣的 即是拿前作一兩個人物出來 出場 然後換上新人物 說新故事 有一些好像是舊載機神出來 但最後故事 結果是難度非常透 我又不敢說 他是不是真的難度很透 但anyway 他其實那個感覺就是 很難去推出一些新的原創機體 而最穩定的方法就是 想回當年其實 想著一次性的作品 去強行去出一個續編出來 你好像創性Evalu 一萬二千年之後 不是再一萬二千年 老實說 他下個十年 他可以再來一萬二千年都還可以 其實 這裏倒一轉 人家一萬二千年之後 這裏一萬二千年之前 這裏就是 倒一轉 是故事前作故事 一萬二千年前的地球 應該這樣說 很多人你說看這裏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知道 一件事 他究竟是拿TV版做藍本 還是是拿這個劇場版 去做這個藍本 其實不是 開頭我和雪山都猜猜猜 但猜到他第二次 那些什麼宇宙太平衡世界 炮射完之後 就已經不再猜了 沒有需要 這個慢慢來 其實你說 以他那個模式 去到現在我們看完的 其實他是跟TV版 保留 一個一個 其實這套作品 要說一件事先的 本身監督 就說 因為其實前作 其實比較是幻想世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 劃空啊 無論是裡面的世界的背景 其實沒有所謂 我們現今裡面的國家 所以他說 今次就會比較 貼近現代新武士 但我不明白 如果你玩時空炮 怎麼貼近現實 Anyway不要緊 這件事他照說 我們照聽 故事就說 Eleka 即是第一代主角 女主角的 劉仔的一個兒子 在這個 應該叫宇宙 這個宇宙裏面 而開展這個故事 你講這個時間線 會好一點點 不是 是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因為這套東西 實際上 我開頭有些人都會認為 是一個時間線的轉移 但是 如果時間線轉移的話 其實會令到 之後故事後半段 經過這個 這個結晶炮射出來的 世界線改變 是不同兩樣東西來的 所以不能夠稱為時空 它是另一個平行宇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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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見到的 會是說 都很公式 有這個 當年Eleka 7的影子 就是男主角 再加一個 女主角 開頭 大家都認為內流是女主角 不是內流 官方設定都應該是指內流是女主角 你看到OP ED Cast排名表 都是他排第二 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故事 一開頭 沒有問題 說 這個內流是 阿倉的青梅竹馬 也是 很相信阿倉 他不會是 什麼什麼 但是 但是 跟著 轉捏點 就是 去到 阿倉 上了 李花秀 不過這部 這部 稍後再說 他也是有些問題 這部 裏面也是有些 之後 跟著 開頭 想著 內流都會跟著上船 而在那個OP 裡面 你看到OP1 裡面 你都看到是一群人站在 你都預計 他是會上的 怎知道 我 說了一句 我終於發現 女主角是什麼 女主角原來是一隻樹懶 樹懶 不是傳道男主角嗎 我搞她傳道 她爸爸 是阿倉的 是阿倉的 神經病 但你說 見到的 就會說 之後 就轉移了 你看到 這個 類似月光州當年的行動模式 都是去做一些工作 去接一些任務 不過你說月光州本身就是反抗組織 他這裡其實 近似 有少許反抗組織的意味在裡面 不過你說 叫做 他就是受到聯合國認可的這個組織 Anyway 之後他都其實 走回就是月光州的模式去到後期 他是一個半軍 寫 半軍的身份 就是很傳統的機械人套路 這件事 不是 其實 沒有什麼本軍 他應該屬於 獨立 獨立和權部隊 類似那些 就是可能收政府錢 做政府的事 你叫做一間公司 他接一些 專門類型的工作 你可以說是 這就是僅僅兵 就是蛇叔那些 但你說 跟著 裡面 又多了兩個女角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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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上集無印版就知道了 男主角 爸爸 然後兩個男人 然後有個不要說女人 說個大嬸 這次這代阿郭仔幾舒服 兩個金毛不算 旁邊那隊三個美女一起 哇 出入會真的舒服到爆 一直到第五 我忘記大概第五六集 都相安無事的這個故事 而且是說 我不會說他差 亦都叫做穩打穩擇 你也是走回 叫做Yeka7裏 叫做一個少年成長的故事 我OK翻的 是老套了一點 你錯啦 他沒有成長過 他當年爸爸要慢慢 開頭不懂得開AFO 慢慢慢慢才學會怎樣開單 阿郭一出場呢 秒爆些Sequence多厲害 還兇手霸佑 他不需要練 你要明白 阿倉的角色 其實他是Elica的兒子 Elica是可以看到光粒子的浮動 那他一開頭 他可以拿到我 我OK喔 我這件事 我又不覺得難以接受 真的 你說最難以接受 應該說 這套東西 我由這個位置開始 我又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以現在的術語來講 每個人都非常喜歡 然後 轉捩點在哪裏呢 就是當這個Lutus出現了之後 和去到就是他和內流接觸 而令到內流成為這個 珊瑚那邊的融合體之後 故事就出現了問題 我以為你是想說一下Elica 那一集很奇怪 我以為你是想說 那一集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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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裝上去的 不知道做了什麼 真的 吐石都沒有人 解釋明這套東西 這集 他那一集之後 其實就說 之後 你可以叫做有解話的 他之後 我也不會算 我這集你說 你是做過 留了一個懸疑點在那裏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而你又會顯身就是說 他這個角色 其實是不是不屬於主角方的呢 我也覺得說 是有些看不明白 但OK啦 但你說真正 最看不明白的部分 我相信最多人就是 講這個 內流的部分 因為尤其那一集 我當是平衡世界的夢 因為你看到 那一集 阿歐伯夢 看到內流被NTR 實際都被NTR了 阿歐伯的那部機 是雙座位的 不是單座位的 那我想想 這是不是另一個 平衡世界的阿歐伯的那部機 就是 也不可以這樣說 我又覺得 OK啦 你做一個劇情專利點 沒問題的 原來內流 就是說 其實你講的套路就是 其實是 他都是用回 二弟家7的套路就是 女主角都是一個非人身份 老實說 我買的 OK的 雖然 不是創新 但是你說 你是始終跟著 AO的節奏去做 但是 好啦 問題在於 跟著就是 當內流 變成了 沙童的融合體之後 他不停說 我明白了 這個世界 我 這句話 我偷看了劇本 我知道了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每次都不停 出場之後 都不停說 嗯 你不明白了 但是他又完全不解釋 他說 我已經知道了所有事情 其實 這樣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 他又不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不對呢 你會覺得這個角色 說 你怎樣啊 你喜歡成這樣 那你想怎樣 才出場就懶惹 出來 飄了出來之後 然後試完之後 又不知為何又飛去哪裏 我覺得說 你玩東西嗎 其實開頭我都覺得玩東西 但 這樣說就跳一跳 去到中段之後 你會看到 如果他身為一個 沒有光粒子的世界 但內流 是要跟生活一結合 即是有一個光粒子的世界 即是 做一個兩個人的對立 開始有些幻想 咦 兩個男女情侶 會不會對立到最後 可能會 那當然之後就爆死了 不 因為你說 珊瑚岩那個case ok 那其實你說 呃 他 呃 是受感染 即是你會說 這個是後續劇情 但我覺得ok 但是 前置裡面 他突然之間就是 他將阿倉寫 無緣無故 由A點 帶了去B點 但呢 中間裡面是沒有任何故事劇情 去交代這件事 他 是 直接連拉那個動作都沒有 突然之間阿倉醒了之後 他就突然之間去了 不知哪裡 然後 然後 整個世界又不同 我覺得 AO裡面 犯得最錯的毛病 你可以說 他 跳世界 他應該說 跳平行時空 不要緊 但是 他 比出來就是 每個平行時空 那個印象 差太遠了 而他也沒有一個 很詳盡去表達 就是 你花一半集 去講現在什麼事 他全部都是跟著 突然之間阿倉 發現了某些東西 這樣 不是 很明顯的 拿回之前幾季那套 Side機去講 人家跳平行時空 之後 他可能要找些時間 調整一下心情 發生什麼事 這個Side有什麼不同了 可能Side一兩集 要重新人物關係 但是AO不同 跳完 跳一啦 那怎樣啊 就打怪咯 他好像完全不理 或者這樣說 他跳裡面 其實 我覺得用Side機 那個例子 都很適當的 本身就是說 他跳完那個世界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說 是某些事件 或者是某些人 的出身 或者他可能 從來都沒有在 這班 他原本的人際關係 網上出現過 變成不存在 就是 這班人 是不再認識他 的時代 其實你很簡單 你這件事做的 你主角 就去找 好像之後都有的 之後 阿倉用了結晶炮 去射了第二次之後 然後他會發現 原來小紅隊 那班的 那幾個成員 之後 其實他們會變成怎樣 這個之後 但是之前 其實他很多時候 就是 他還沒射這個 結晶炮之前 突然之間 內流 帶了他去另一個位 然後說 其實是發夢的 我覺得 怎麼 然後內流 他每次來都說 阿倉 我明白 我明白 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我說 你瘋了 你明白我不明白 老實說 你說你給一個神視點我的 我看了內流裡面 你看了些什麼 你說這句 或者我對你有共鳴 但是 你不斷說 他接近說了什麼 他是說了 17集左右 不斷說 我明白了 其實 我知道為什麼了 但是 最活該就是內流 最終他 因為他想幫阿Touros 說 其實他也是跟三環結合了 而想幫他 說得好像很理解他 然後 然後就被人背次 我覺得整件事 你這些就是中義 中義的代表 這些簡直是 我當我傳統不錯誤的幻想 會不會有些內邪 有些秘密 牽涉到重要的結局 那你不說 OK 我這樣就等了 但是等著等著等到失望 你會發現你背叛了我 尤其第二炮發生了之後 內流的老人 已經完全沒有了 希望 我不會說 今節 我不會很集中說 這個 結證炮 射了之後 改變世界線 和 Erika 她怎樣去理 因為這個時間線 後半節會比較精彩 一次過說 我不想 所以我不會在這一節裡說 但是你說 人物的 那你會看到 就是其他的 另一個 你說出得場 又是 常常懶 懶神秘的 就是Touros 就是他不斷說 啊 我知道些什麼 這個世界是錯誤的 就是 如果你套入中二病的例子 你這些就是 中二病是沒有能力 但他真的有能力 我覺得他會說 其實這個世界是假的 可能是虛構出來的 我當時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你說這個都 Douros 本身 你說其實 他 我覺得有時候這樣說 在 Erika 7 裡面 那個故事套路裡面 一直不 我們一直不明白的 就是你說 是 Sigurito 和這個 珊瑚鴨 究竟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追尋這個關係 和 就是 做一個抵抗 因為他威脅到人類 兩者都有 但是珊瑚鴨 就是叫做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提供到能量 而 所以 他們才認為 Sigurito 是這個敵人 在一季裡面 都是用這個套路存在的 而 接著 直至你說 在無印裡面 Erika 7 裡面 Erika 就 是珊瑚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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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體 差不多啦 這樣 一樣 其實這些東西 那 之後再衍生 就是說 原來 Cigurito 其實是要 淨化這些異物 而 你可以說 一直以來 對的東西是錯 而錯的東西是對 其實你說 A.O. 很明顯 畫公仔畫出場 很強調這件事 有 男生世代 社長那裡 經常都會說這件事 去找回 還有 我忘記那個男生叫什麼名字 那個 那個 阿伯 說 我們的錯誤 以後 小孩應該去找正確的方向 但是 很多時候 就是說 阿倉沒有做這件事 其實阿倉每次都說 他 厲害在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 很頹目 他那個 情緒起伏變化 是超大的那種 沒有說 你 不算前面 後面 突然說 劈砲不勾 就是為了他 經常都有的 真的 不是第一次 經常都有的 他劈砲不勾 不跟這個 指示做事 我覺得 你看下去 這個組織 我真的不知道在做 什麼 而且 他們的工作 很多時候 因為 因為 本身你說AO 他要想說的話 就是 他想貼近這個 現實世界的 所謂的 國家之間 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而 講了這件事的代價是什麼呢 使得 本身 主角群 的描寫 其實是不足的 因為主角群 根本就是 他們不會 踏足到這個層面 無論 就是 抓 抓這個IFO 那三位 而 你說 接得最多的 可能是 講那個 秘書姐姐 那個位 和 那三 那三 兄弟 三笨蛋 那幾個 不是 我是這樣想的 前作 前作 比較單純 簡單 副幻想 這次玩特朗 有講日本 講美國 和沖繩都的關係 你會覺得 真的好像我們平行世界 當我們是 但問題 一個地方最差 就是這次的故事 他要講secret 又要講三活眼 又要講人類 人類 人類方面就有不同的國家 要講 但他這麼多集 他只有半季時間 他沒有這麼多時間 因為越多 越多 最後解不通 其實沒有的 其實你說國家已經很簡單 就是有聯合國 日本 和 藍色世代 這間公司 其實是一個三個關係 其實他都沒有能力 他都知道自己沒有能力 他都知道自己沒有能力 去描寫這麼多的東西 在裡面 所以你說 他講日本 而講日本那邊 他又講得很有趣的 就是 他是想有些東西密謀 但很老實說 你去到最後 你會知道 其實你都不知道他在密謀什麼 不是 其實 有一集他覺得我挺喜歡的 有一集的軍官說 即是同一個 日本的軍官 忘記叫他名字 就是 中村那個 他出場 和Servis合作 和Servis合作 中村 他就說 因為中村經常說 想強大日本 想變回日本很厲害 然後他就說 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 日本現在這樣都可以 不用軍力那麼厲害 最重要是 人物生活幸福 然後他就被爆死了 我覺得 這是監督想講的 但多年之後 故事就走了 我覺得沒關係 其實 實際上 你說 他要講的 其實就是說 正確 應該說 這個故事裡面 什麼是正確 什麼是不正確 就是一個很模糊的故事 那個準則 在裡面 而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 他令到就是 故事裡面 不可以集中 就是說 你很簡單 可以粒粒粒上到月亮 那 就是你 混淆而已 就是你 很老實說 你就算說 把內流 塑造到一個 他也是一個珊瑚咸的 小孩 OK 就是 阿倉就是要去 找回他 內流 我當你 你幾發病都好 你幾喜歡病都好 我不叫喜歡病 這些 你幾 叫做 你幾扮東西都好 OK 但是 我有些理由 不能告訴你 最終他都不說 其實他也是 最後說 你找回他 然後你合力去解決 這件事 你這個不是 現在Cat7的套路 最後不是這樣走 大哥 這個最麻煩的就是 他都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就是我們全部不知道他做什麼 中村想做什麼 不知道 內流有什麼隱瞞了 不知道 吐司更慘 變了瘋子 就是沒有劇情 變成就是 那是暴走 你沒有一個 應該說 本身他打算索造 內流和 阿托魯斯 其實是 可以這樣說 知道 幾乎是知道 一切 的人 他們有他們的計劃 而 Cicurator有Cicurator的計劃 三胡癌 三胡癌的計劃 日本有日本的計劃 他們公司有他們公司 男生上有男生的計劃 就是每個計劃互相衝突 而Cicurator在這個位置 其實 Cicurator的特性其實是 他是人類 他都是三胡癌的小孩 而 他自己 他站在哪一方面 他自己也是 藍色世代公司裡面的一員 就是他 在這個這麼多的位置 都跟他有關 他就有掙扎 那 很簡單 而Cicurator不是說 一個小孩的成長 你搞這麼多事情 幹什麼 而最拿命的是什麼 他講得這些 而阿倉是沒有能力 去消化這個 而阿倉也不會 在那些劇情線上出現 而令到 這件事其實 不關阿倉的事 阿倉就是說 突然之間 哇 不行啊 好亂啊 整個世界 我還是出去避一避 你們搞定之後 你們再回來找我 還要找另一條靚 接她回來才 真是 不關事 那你說 直接說到的 你說另外兩個女主角 其實我都叫內流 我已經不當是女主角 另外兩個女主角 比較有特色的就是 Aleena 而Aleena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 算是 有病 即她是有點病態 但她所做出來 是OK的 是 在故事裡面 比較OK的角色 我覺得是 不是 我個人情勢是傾向 金毛的阿倫 但是 故事上 比較發揮 有空間大 就是Aleena 因為為什麼呢 有一集Aleena的梅益 她經常說 她只是利是便宜世界 有梅益 因為以前她是 哪個 那個女主角 誰飛過 上代 叫她的名字 Aleka Aleka 抱她過來 然後想 中間角色 看到她有心形的月亮 在想 可以了 TV世界來的人 應該是 我想了一個很大 很大的期望 真的是這個 不是 你說 本身 弗尼娜 其實她那個角色 為什麼 發揮機會沒有呢 因為她作為 社長的女兒 其實 在這個層面上 她太集中 在這個 IFO那邊 的戰鬥方面 其實你說 去到實際上 真正她有 少少發揮表現 可以 由 社長死了之後 她要做這個代社長 但其實這段時間 已經是去到尾聲 她根本上是 沒有能力去做任何事 而 令到角色 是沒有變化 好像就是 去到 就算她和Aleana 去做這個衝突的時候 就是 她做的 一切 而Aleana 就說 你其實 都是不想知道任何事 就是 你 你怕什麼 而你 怕你就不想問 其實 我在之前的集數裡面 看不到 就是 由一個 另一個人 她說 我口感出來 其實她是這樣 其實已經是低手了 其實已經 那個角色已經不立體了 其實已經 不是 那 你要這樣說 其實 之前就說 她不喜歡她爸爸 因為她爸爸反對她 所以她特地要做 其實這個事情 鬥了很久 但其實到最後 有沒有那麼重要呢 其實跟主席沒有關係 真的 叫做最後解決的選 就是因為 她老爸救了她 跟著 而她知道她老爸 其實想事想得很長遠 這件事 跟她 因為這樣 而 令到她 媽媽 這件事 不幫她媽媽這件事 其實兩者是 你不會有個 很直接的關聯 如果你說的話 你實際 不如說 當年她媽媽這件事 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但最終這件事是沒有說出來 而 最終就是說 因為 老爸救了我 哎呀死了我後悔了 我老爸死了 沒關係 就算說她媽媽怎樣 跟主席沒有關係 你騷擾到十幾二十集之後 跟她說媽媽的死 那我都不一定要跟主席有關係 有些東西是負線來的 那是描述一個角色 讓她立體一點 那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你說 Elena 其實你反而你說 開頭 我真的在想著 究竟現在究竟誰是真正的第一女主角 我是有想過這個問題的 內流我已經踢出圈海了 其實她是 她頂多是女神型角色 她頂多是 還要不人機那隻女神 而 你說 去到 Elena還是 Fleika 是 女主角呢 近則來說 應該說 套路來說 是像 Fleena 是女主角 但是呢 劇情的分量 就是 Elena 是比較像女主角 有多一點 你沒有的 那些人不是說 雙逆拿 你看Ending 2 開雙逆拿 不要緊 不 那個OVA OVA就算了 但是 你說最終的 在故事裏面 阿倉應該是選了 Fleena 做 他不是選 他選了套路斯 12000年了 搞錯了 真是 不關事 就是套路斯選了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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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範疇裏面 但是你說Anyway 其他角色的 其實 本身都是因為 故事 那個 蜜樂散 他們每個人 好像有每個人的崗位 但是 每個人只給了 可能 一集 他要講的 他可能給了 半分鐘都不夠 的東西 他突然說 我要做這件事 突然之間 那個人就做完 中途裏面 他沒有一些經過 究竟他做過什麼 而得到這件事的結果 尤其是那三兄弟 那次都是說 我去搜查一些東西 然後下一集 你就會去找一些東西 老實說 還認過打機 打機也是按過 我按過指令 搜尋 然後下個指令 他說 我說得什麼情報 你當他好像是 隱者了算 你不要管他們三個做什麼 他們三個 那個角色其實是重要的 他們是作為一個人類 即是人類的身份 去怎樣去發掘這件事的真相 這三個人 不屬於任何的組織 他們雖然有大屬 但其實他們個人的長 他們不屬於任何的組織 而他們三個 其實最佳的定位 就是什麼呢 他們是協助阿倉 去了解一切情報的事情 但是 這三個人 大那個那個 經常去找個秘師 找女兒 另外那兩個 一個是掛著吃 一個就不知道掛著 經常去哪裡 跟阿倉 來到之後 其實沒有交集 說了兩句話 然後阿倉就走了去了 他們那個交集太少 而 情報呢 又沒有一點比過他 然後我現在最划死 就是這件事 就是說 之後阿倉 說阿 那個 大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阿倉 阿倉 就說 特意跟那個秘書在那裡聊 第一 激 這個 阿倉 去救阿倉 然後跟她說 其實是我特意這樣做 引你去做 嘩 你真是白騎來的 我真是不知道 我跟 你跟女兒在那裡通電話 你平時你都經常跟女兒去通電話 跟著 突然 特意就被 特意就被 阿倉 看到 而 阿倉 就會覺得 喔 那我去救兒子 整件事很跳躍喔 我覺得 阿倉 他之前跟她的形象不回答 阿倉 他之前的形象不是做謀事的角色 他沒有做過這件事的 大佬 什麼時候被這麼厲害 就算是做得另一個 藍色頭髮的那個 帥哥做的 是不是 都不回答 所以我就覺得 阿 整件事 你做這樣 你這麼有趣 你們這些英雞 你們做過什麼 你們真是 但我整個故事 到最後回到來 你說 所有的角色 變得就是什麼 所有的角色 其實是不重要的 他回到來 最後就是什麼 這個故事裡面 沒有聯合國 沒有 沒有聯合國 沒有日本政府 其實都不是 我覺得 其實是 老實說 施壓那些東西 其實那幾段劇情 其實是故事裡面 最無聊的一部分 你不如這麼說 最後大家說 一萬二千年之後 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故事一切都不重要 但沒有緣型 最多是沒事的 其實 大家聽到這一節 其實這個位置 就是大家聽到 角色很亂 而為什麼角色會這麼亂 我們在下一節 就開始講 究竟這個故事真正的存在 究竟是怎樣 而大家就會明白 為什麼之前的角色會這麼亂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開玩笑 沉悟 词曲 李宗盛